Hello 大家好 自从被Ubicarty搬家退坑了UDM Pro 就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更新到我上个影片中 墙面上的那些设备 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 与各个网站上高手的启蒙 还是为了提升未来更新设备的便利性 决定找一个机柜 但希望深度能够在45公分之内 不要影响到楼梯间的动线 也于是开始了今天Server Rack的DIY之旅 开始规划设计时 我查找了网络上诸多整齐精美的范例 包含脸书社群中Unified Kia 还有Pinterest、Reddit上各种大神的机柜 设计的想法因人而异 有人喜欢按照资料的流向 由上至下 有人则会将较需要散热的设备置顶 但大原则还是要以提供在未来时 设备与线路的排错为设计的重点 这是我的规划图 为了整齐但又不要占空间 我选择了两个0.5U的patch panel USW Pro 24 Port的交换机作为骨干 与UDM Pro透过10G SFP Plus连结 6-8U的空间 用成板来放中华电信的Modem 与Synology NAS 重量最重的UPS 则是放在柜子底部 再来是我不专业的DIY过程 柜子的选择是白色的IKEA Badstock 高64 宽60 深45 在柜子的两侧我安装了两个12公分USB供电的风扇 在柜体右侧的板子是由底部进气 左侧则是从上方排气 因为宽度不符合19寸机柜的标准 而且风扇板的结构相对比较弱 所以订购了4根3×4×58的木块 来作为设备的主要支撑 立柱的部分先钻了小孔 因为怕直接在木块锁螺丝会产生裂痕 我用L型的脚铁来锁支撑结构的木块 到柜体上 强度感觉不太够 或许未来还需要再补偿 这是改版前的柜子 因为UPS的深度太长 我必须将后面白色挡板拿掉 并且将后面立柱的方向改成朝外 家中20年前的网路规划 主要只有连到客厅的MOD 与2楼和3楼的终继点 使用的是CAT5规格的网线 在这次的DIY中花了两个星期 自己用穿线器 替换了过去老旧线路 且在每个房间和庭院都多拉了CAT6实体线路 肉电箱现在有20条的网路线到机柜中 这是网路上DIY整线的小PEPBO 我用束线带让线路梳理整齐 再以两三捆分层绑起来 ит规则 Zither Harp 因为UDM Pro跟交换机都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用脚铁锁在后面辅助支撑 在安装设备上机柜时也会轻松许多 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UPS的深度超过原先的预期 台湾一直没有查询到EU或者深度低于45公分的UPS PDU插座的部分也是很难找到 如CyberPower 前后都有插座还有显示电表面板的款式 目前使用的PDU是厂商送的 希望再找到一个比较扁板的 可以让柜子更靠墙壁一些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到最后 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提供大家一些些的灵感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 都欢迎到留言区询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